民眾可以上山 但是卻無法下海 網友戲稱說 因為山是綠的 海是藍的 我不懂一下 那個上山下海的部分 有醫師認為開放電影院 但是卻禁止超過五個人在家看電影 這件事情好像有點不太合常理 想問一下主委中心怎麼看 謝謝 一家人 一家人沒問題 一家人 就是你同住的家人在家裡 這沒問題 那只是說要來的一個賓客 那這部分我們不希望是超過五個人 那在防疫期間 事實上有很多的一些 規定 當然有一些就是大家會覺得不合情理的 地方 可是事實上 是面對的所有的公共 我們希望把這樣的 一個可能的傳播 能夠把他斷的比較完整一點 那電影院的距離 我們要求他要梅花座 然後 湧流的人數跟進出場 還有他待的一個時間 還有全程戴口罩 相對的這些都是可以被監督的 那不過還是要拜託大家 就是在防疫期間 因為事實上 現在是三級的警戒 所以就請大家多忍耐 在昨日 公佈的解封的規定中 民眾 可以上山 但是卻無法下海 那有網友戲稱說 因為山是綠的 還是藍的 那想請問在戶外山野開放的規定 是有依照什麼樣的標準進行 放行 那是否有其他的考量 謝謝 以前我們講一下藍天綠水 藍天綠水也很好 對不對 我補充一下那個上山下海的部分 因為 到沙灘跟海水浴場 因為都需要淋浴 那在佩戴口罩上也比較不方便 那你在上 在這個登山步道上 大家可以看得到 在這段時間 很多人都還是 到戶外去 他也都可以維持佩戴口罩 最主要的差別在這邊 絕對不會是山是綠的 還是藍的 很有所差別 健身房他不接觸教學就可以來開放 可是其實健身房不接觸其實很難達成 但反觀幼兒園為什麼不能開放 因為同樣老師也會做到防疫的規範 而且每個禮拜都有篩檢 那專家認為這是互相矛盾的 小溫指揮中心怎麼看 對 當然 這裡面矛盾的事情也不能說沒有 不過又有優惠不開 就是因為人比較多 他會群聚 那健身房我們要求要一定的距離間隔 那相對的就會比較 是安全 那健身一定要人跟人的接觸 那也不盡人 因為我們這並不是規定 他一輩子都不行 就是在這個防疫這段時間 有健身必要的 那些避免人跟人的一個接觸 只是一個短時間 避免因為接觸 產生有一些染疫的可能性 那這些都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 做的一些規定 讓大家可以滿足一些非常非常小的 一個希望 那也不要增加太多染疫的可能性 就這樣看吧 如果要用來想用來的 就這樣看了 就這樣看了